举案起来 记得第三个 我的那个瓶子杯 从茶汉里面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在底 因为杯在一个茶盘上面的话 它是可能也是有水滴的 所以我们在底下 放到那个杯托上 这是我之前告诉他家的 那个山洞湖里面的一个拼音方法 男士就是手 兰华姐是要叫兰华姐 女士的话是努力叫起兰华姐 这样非常的优扬 兰华姐 技术就是一个披草过程式 所以咱们在品茶的时候要留饮 如果是喝茶 那就要留饮了 我们这里只能讲到茶艺特点的品茶 就是一小杯咱们跟香总喝掉 对 对 已经很小了 但是大家两次有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 其实茶都比较烫 对不对 咱们想过来喝 然后也不会烫到 咱们要两次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既然有时候 心急吃不了这个豆腐 其实心急了你也喝不到 炒了茶汤的 这就是用盖板来种泡 那这里我就是 我刚刚说了 有光过银盖 这一道东西 我们主要是不在靠 白银干和普尔森茶 那像天红 这些茶的话 就是我们在 就是这些考试要求 是没有光过银盖的那一道 就是当你投茶进去了之后 咱们注水 注完水之后 温杯 在后汤的过程中 温杯 拮据 然后出汤 然后再进入给老师 就是 懂吗 嗯 那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对的 大家应该是都有盖板的 我们先把盖板拿出来 练习一下 好吗 然后我可以 啊 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 呃 我下评设吧 可以如果 可以吗 嗯 记得安静啊 就是 考察过程当中 静 管 嗯 是两个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吧